生肖牛生肖牛之前在生活中虽然不能说很穷 但也算不上富裕 因为生肖属牛的人大都比较本分 所以赚来的都是一些辛苦钱 而在10月7点8点9日这三天的时间里 生肖牛入愁土生心经之局 生财旺财让生肖牛的横财大运 钱多得数不尽 生肖羊在很多人看来生肖羊是一个命不好的属相 这主要是因为有食羊九不全这句话的影响所在 但实际上生肖羊的运势很不错 在10月7点8点9日这三天里 生肖羊便会有吉星入命 供强化生肖羊的聚财能力 让生肖羊的横财享富贵 生肖马生肖马在今年的运势很不错 流年于太岁三合 让生肖马在今年注定会有大惊喜 而在10月7点8点9日这三天里 生肖马的惊喜就会出现 这主要是因为生肖马在这三天 有商官生财之局相助 让生肖马的横财赚大钱 生肖猴属猴的人头脑聪明 办事效率高 所以他们财运很好 10月7点8点9日运势冲天 财运亨通 中大奖发横财 吃香喝辣 事业方面的发展尤为顺遂 不仅有晋升的喜事传来 得领导赏识器重 而且财运亨通 无论政财偏财均有所获 存款顺利实现大幅提升 他们只要把握好机会 必定给自己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 生肖猪属猪的人为人诚实稳重 在今年必定能够赚得人生的满盆金 特别是在10月7点8点9日运势冲天 财运亨通 中大奖发横财 吃香喝辣 他们必定能够翻身成为富豪 在今年运势亦飞冲天 这些运势给他们带来好的财运 生肖属猪之人 你们一定要抓住你们的财运 抓住你们的机会 让这些财运机会给你们带来金钱 融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 生肖蛇属蛇的人 这一辈子有好运加深 注定成就大富贵 命格高贵 绝对是高人一等 10月7点8点9日运势冲天 财运亨通 中大奖发横财 吃香喝辣 他们踩到狗屎运 运势一路兴旺 能够心想事成 圆了发财梦 好运不断 走上发财路 赚钱多多 富贵有余 财运滚滚而来 招财进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